我睡不着,我上港门,我老婆有点欢 这是第二次 再过了几天,我老婆坐在狗的旁边在劈铲 狗又对他吼,他反手就这一扶头 当时我看到他把狗给砍死了 我就对他吼,你神经病啊 我老婆平静地看着我说 这是第一次 从此以后 我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公司一共三百多人 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 怎么的啊 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我问你下了 就阮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 我妹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 今年97了吧 能力可拿呢 我每次开车进门啊 我都不敢按喇叭 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为什么你喜欢说你骗婚 我和我媳妇相亲的时候吧 她就拐弯抹角地打听我的家底 问我出行做什么交通工具 我们说飞机动车 然后他就嫁给了我 结婚之后 他发现我骑的是一辆破自行车 然后就开始说我骗他 难道不是吗 是什么事啊 我都跟他说了飞机动车飞机动车 还有什么 请问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呢 我喜欢大叔型的吧 就我这种类型呗 不不不 我喜欢大叔的 不是大爷的 还有大爷 你爸是干啥的 我爸是工程师 什么工程啊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 瞬间移动工程师 搬砖的吧 哎爸 我快递到了吗 拿不来了 就在门口放着呢 啊真的 那我去拿 哎我去我去 你去干啥 还给我爸好好喝酒呗 那么粘人 你要是敢碰我女儿一根汗毛 就把你一块 一块 拉零子呀 小伙子 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吗 爸你咋了 完了 今天你妈回来 肯定得收拾我 咋了呀 中午喝酒喝多了 你这不行就了吗 主要是我把账给结了 那几百块钱的事 花多少 我给你 花六万八 干啥了你啊 我参加婚礼了 我把账给结了 我把账给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丫头 我想你了 还好吗 什么感受我能带走 我最近过得挺好的 你就别再出现了 就当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跟你在一起 可是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我再也不要爱上你了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分手 我在见你的时候 你以前变成的小 旁边还跟这个小 很小 听说你有相亲去了 这次结果怎么样 这次成功了 能具体说说吗 这次我不再低调了 直接摊牌 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问我有房吗 我说北京二环有两套房 一套父母住一套自己住 问我有车吗 我说有辆宝马车 后来他又问我月收入多少 我说五万 女孩露出甜美的笑容问我 你这么年轻就如此优秀了 你是怎么做大的 我说姑娘不是给你吹 你哥现在的实力 再多喝点整个地球都送给你 还有你吗 突然好想去放牛 没有压力 没有江湖套路 比我的日常 只放一头 多了我又数不过来 他吃草 我在他身上睡觉 他丢了 我也就丢了 你还能吃点啥不 不吃了 你还能喝点啥不 不喝了 你还能玩一下不 扶我起来试试 你都快